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因为我作为新大理人住在这里 东道主 对 东道主 邀请你们从全国各地来的我的好朋友 然后还有我的邻居合唱团 这些都是我们的邻居们 欢迎各位老师 欢迎大家 欢迎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中秋音乐会 你们好 谢谢你们 好吧 我们的音乐会开始好不好 好 你们懂吧 懂中秋节吧 懂中国的中秋节 中秋节 我跟齐普准备了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最爱的 你问我爱你有多声 我爱你有气氛 我的情 我爱你有多声 我爱你有多声 我爱你有气氛 voud人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心深深的短情 就是念到如今 你问我爱你有多酸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阳亮代表我的心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阳亮代表我的心 你去看一看 你去看一看 好 好 来 请两位肖岳老师点评 来 好 100分 100分 小杉 两位尤其是知夫能够把那个发音唱准 汉语唱好 而且他们俩的中文进步超级大 对 很棒 很有诚意 对 也是第一次唱这首歌 很棒 谢谢你 谢谢 那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唱这首歌 好不好 好 来 我们所有人一起 好 也邀请各位 邀请各位一起 谢谢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她不停地向我召唤 她不停地向我召唤 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 鬼来吧 鬼来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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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起天涯的游州 鬼来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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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四处漂泊 我一时满怀疲惫 眼里是酸出的泪 那故乡的风 还故乡的雨 为我抹去伤痛 我曾经耗尽万丈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那故乡的风 那故乡的雨 还故乡的雨 为我抹去伤痛 那故乡的风 和故乡的雨 为我抹去伤痛 周秋节快乐 周秋节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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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芒果TV搜有滋味同款 告节目周边领充粉福利 白族饮食文化特色的美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也成就了一方独特的美食 在代代程序的传统手艺里 大理的各色风味小吃 特色食品 见证了浓浓的香愁记忆 成为饮食巨星的宝贵遗产 三塔 旅游圣地 好壮观 好漂亮 花花草草好多 空气非常好 苍山的雪而海的月 他们俩在那儿了 你好 远方的贵客欢迎你们的到来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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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景区欢迎你们的到来 好漂亮 你好 你好 终于见到啦 来 可妮老师 属于你的花环 我也有 给您戴上 谢谢你 好漂亮 来到大理新花怒放 谢谢 你戴上很好看 谢谢 你戴上好看 好像王子 我是大理的花童 我是大理的花童 大理的花童 你们都来过大理吗 原来 我第一次来 第一次 我就住在大理 你是新大理人 对不对 你是东道主 所以真的太好 欢迎大家来大理 谢谢 太开心了 欢迎我们今天 新来的两位朋友 欢迎大家 欢迎你们 太好了 我们这期依然有三家店铺 你们应该大概会知道 我们的节目的一些规则 有卧底 这是卧底 肯定是他 行 我也是个卧底 你也是个卧底 咱俩不该在这里 我们应该在车底 和阿渡老师一起 然后去逛大理 要你 要你 你现在要改当rapper了是不是 我们两个是飞行 肯定 我们两个都必有一个 那我不是肯定是他 那我不是肯定是你 那我不是肯定是你 肯定是 你们俩开场就要这么 互相引导吗 真的确定吗 我就觉得是你 我就是你 你不要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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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分析 你一个男生怎么这么 还能不能往下走了 来 快点 好 出发 太熟了 太熟了 好 那今天我们的玩法也会跟以往不同 因为我们已经到第九期了 会进入到一个分组推理赛的阶段 同时会有两个卧底时刻 微博超话里的网友也很期待 我今天 他太多了 所以卧底就是咱们俩 两个 我们还在互相指责其实是我们两个人 那我先提问 这个卧底线索会让我吐血的那种吗 差不多 线索好好给 好 我们的分组情况 埃拉 吴欣 齐思君一组 顾琳娜 知福 安柏 曾可妮一组 每个组有一位卧底时刻 你们这组太厉害了 我们三一组 那就是齐思君了 你 我就是那个烟雾蛋 姐姐 那就是你了 姐姐 我就是那个烟雾蛋 你啊 你洗不白了 我告诉你 你很难洗白 没关系 往我身上泼吧 肯妮 加油 咱们俩一夺钱不好了 走开 走开 嘿 你要故意输 你必须失败 你太多了 他太多了 我今天会赢 他就会赢 莫鸡 好玩 他有些好玩 好 中国有自卫大理站 我们本期究竟要探索哪三家店铺呢 全机配汉堡 华莱士吃好 接下来我们揭晓大理的三家店铺信息 来吧 里面会有三家店铺的信息 食客团本期来到大理 大理的三家餐厅分别为 一家荒诞不惊的餐厅 一家荒无人烟的餐厅 一家开在荒山野岭的餐厅 本期分为两组 每组有一位卧底食客 你们需要发挥聪明才智 燃烧推理大脑 每组统一投出一家餐厅 同时需要选出本组的卧底食客 若卧底食客和餐厅都选择正确 除卧底食客外 每人可获得两枚勋章 若猜错餐厅 则卧底食客获得四枚勋章 另外 今天的线索是关于卧底食客的 所以卧底食客可能会捣乱 大家要注意争叠哟 套天食乐团 套尽天下美食 出发 哇 大理真的好美啊 好适合自驾游有没有 嗯 是的 你看 苍山 尔海 沙溪 到处都不能错过 但是自驾游的话 每天吃什么也是一个问题 可以点中国华莱士呀 华莱士自住点餐小程序点外卖 全国有两万家门店 去哪里都可以吃上我们最爱的炸鸡了 而且华莱士还能够花式吃拳击 七天吃法不重样 和朋友一起来分享 真是超棒的旅行大子 让华莱士陪我们开启今天的大理之旅吧 好 太阳出来了 哇 这里的天眼太漂亮 我跟你说这特别漂亮 你早上起来就感觉生活在天上 我昨天下飞机的时候就已经很开心了 那个飞机场就很漂亮 我昨天他们俩就去我家了 我给他们做了 我们家那个园子里种的茄子啊 萝卜啊 然后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俩 会没有感想 到了啊 书凡走了走 走走走 这个村是凤阳翼 好漂亮啊这里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你好 你好 好舒服啊 那干嘛呢 那已经有行为艺术表演了 快看 前面有个羽人 这就是很荒唐的美术馆 真的很荒唐 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啊 人人都是艺术家 我正在做一个作品 就叫诗人 是不是你的天空上 有一朵乌云我们看不见 许多成功诗人问我 什么事实 我撑起伞 伞的里边正在下雨 而伞外的世界与我无关 一群诗人彻夜谈诗 他们重大的发现是 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 可是最后他们绝望地发现 自己还是太有文化 好姐姐们请 这就这么突然 这就这么突然 我要忙一会儿确实 这是他的行为艺术吧 我们先进去 好那我们先进去 我们先进去 走了 他刚刚说的话会有用吗 他刚刚说的话 你看看他是不是 一个艺术家吧 我觉得 对 好凉爽这里 这里好漂亮啊 这种古老的村子 都是这样的 好好看 荒唐 好漂亮这里 你看这种小院 在大理比比皆是 艺术家他们就会租下来 把这一个院子 变成自己风格的 你这么熟 你真的什么事情都知道 我这个地方没有来过 他太期待了 但是在大理这种人很多 但是你是在 幸福我们 相信这里是真的吗 从哪边进去 你干什么 好有味道的老房子 这个都是很古老的东西 对 他们就自己改 你看每一个地方都很有特色 这是我们原来的老冰箱 对 我知道我小时候也是用这种冰箱 这个艺术家他把之前那种 很有名的画作 都融为他的艺术 这云上的婚礼 这就是樊高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两个经典名作 对 这里好多东西都很刻意地摆着 对 很突兀 这么中间织出两桌 这里是餐厅吗 这很可能是餐厅 因为很多人都要找这种特色的地方 你好 姐姐们 大家好 你好 你是刚刚的那位 互赌患者吗 对 刚刚的那位 换衣服了 对 我是这里的主理人 姓王君 我们这里是一家集艺术民宿美食一体的餐厅 我们店铺主营的是白猪菜 和我们自创的艺术创意菜 各位时刻 你们觉得我们荒唐美食美食馆是真的吗 谢老师 又见了 又见面了 又见到了 又见到了 你们认识啊 认识 去年的时候一起录过节目 所以你也在大理住了好多年了 没有 我实际上来大理一年的时间 我是一个艺术家的身份 所以这些画是你的作品吗 对 对 姐姐们先入座 来 坐 好 老师您坐 大家坐 坐 你坐 然后各位姐姐是这样 我确实得要去忙一会 要去忙 等一下 我们要餐前聊天 你别急着走 餐前聊天 先聊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问你 请问 为什么要把美术馆开成餐厅 我正儿八经很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是 一个美术馆如果在一个乡村 注定会倒闭 但是如果加入了美食的部分 用美食来养着美食馆 它或许会晚一点 会晚一点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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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我们特别感谢一个人 你们都认识 老公 吴倩 吴倩 为什么 因为吴倩也因为去有风的地方 然后这个村子特别火 它的那部电视剧 去有风的地方那个有风小院就在隔壁 旁边就是 真的 吴倩曾经在这个去有风的地方这个剧中 她说我一定要去大理尝一尝 有一道菜叫水性洋花汤 到底什么时候有可能陪我去云南 我其实过去吧 就是想试试他们那个水性洋花汤 所以这道菜现在是云南最著名的 最火的一道菜 水性洋花汤 本来也就是当地传统也是这样 是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地方来到的时候 连菜品都没有定是什么样的菜品 结果我们找到了一个我们的邻居 就距离我们五米的厨师姐姐 五米 做得很好 对 你看我们那边有一个玻璃墙 这个玻璃墙门是跟村民是打开的 隔壁就是人家村民家里 不仅客人可以一起坐到这个院子里 同时我们晚上还经常点起一把篝火 三舵脚开始蹦个乡村 我们更强调就是我们跟村民之间的共生共荣 对啊 你还带动了当地人的收入 好吧 咱们一会儿聊 我先安排厨师姐 还没聊完呢 还没聊完 你为什么这么想走啊 你好帅啊 他怕我们问太多 他要后面去看一看词 就说记得点多 没有 那个 您当时为什么要来大理做餐厅 一个朋友 对 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说有一个院子特别破 然后荒唐的来源就来源于 首先它的一路上是有一种 孤独跟荒凉的感觉 它有一个灵魂属性就是 在孤独当中寻找自由的一种状态 我突然发现 就或许艺术以外的一切都是艺术 除了艺术 因为艺术是 那个艺术 行行行 这么玩是吧 它都是一个莫比乌斯环你知道吗 一直不停地绕 一直 没有 我真不是 那我有个问题 请问艺术家可以说话吗 那我得提一个词汇 这个词汇叫知情合一 知情合一 我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愿望 作为人类的话 可能我一天两天 可能一个星期 但是让我这一生走完 每天都知情合一我做不到 意思就是告诉你它可以撒谎 你在这边 你绕了这么大一圈 直说嘛 绕这么大一圈 告诉我 这间餐厅是设计的 我自己都没有感受到 这像一个餐厅 因为很多人来到都是懵的 就是这是美术馆吗 我说是 这是餐厅吗 我说是 这是民宿吗 我说是 这有咖啡厅吗 我说有 我们特别欢迎所有靠缘分 能走到这个地方的人 你看和餐厅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我们现在来 这是一种哲学家 绕进一个概念里面现在 辛苦了 馨老师 辛苦了 姐姐们好 这是最美厨师吗 这是我们最美厨师姐姐 这是鱼拿野生菌火锅 这个季节 正好是吃野生菌最好的时候 这道菜又叫 一锅荒唐 真荒唐 大理俄海酸辣鱼 里面的特色就是加了酸木瓜片 当地很有名的一道菜 有辣椒 有酸木瓜 然后有鸡鱼 大理的特色菜品叫生皮 生皮 生皮 是 生的猪皮 然后它们烟熏的 对吧 汤 这个就是最著名的水性羊花汤 水性羊花汤 它学名叫海菜花 它是在大理俄海 它的根茎是在 三到四米的水里面 这道菜现在是云南最著名的 最火的一道菜 谢谢吴倩 紫星牙芋 椰菜炒肉 大家看这是一个调色盘 哦 蜂蜗梅炒饭 我就想我们实在做不好美食 董巴黎 我们从形状上入手 蜂蜗梅 蜂蜗梅炭 它是煤炭 我也是 那是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哈 那个不是虫子 那个是地生 那是植物 树根 树根 好 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 不然不敢坐下 好 好 为姐姐先吃 好 好 行 谢谢 开始 我饿 坐手 他要吃 吉普要吃饭 吉普从哪儿都要吃米饭 我喜欢米饭 你们知道云南的火腿也是一群 是的 尝一点 谢谢 这是酸菜 酸菜为什么 我要慢慢来 它那个菇菌味好浓郁 好好吃 好香 这个菌菇汤 它也是那种当地那种 辣排骨的那种火锅 辣排骨的灵魂在于 煮熟之后白如乃滋的汤 能有效地融合肉味和骨味 把辣排骨 与各种野山菌 以及蔬菜炖成一锅 这样做出来的火锅营养丰富 有醇厚的辣味 还不失菌菇的原汁原味 味道异常鲜美 这蘑菇 非常好吃 好吃的 我很喜欢吃这个 我家也爱吃这种 过年的时候吃那种什么 辣排骨 辣肉 然后炖汤 就是这个味道 这是我的第一名 我也是 我最爱那个 对 生皮 白族非常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也是他们接待 所有的客人 最重要的一道菜 大理生皮 生皮是大理一代的 白族人民传统的代客名菜 将猪皮去毛烤至半熟 切成一片一片就可以上桌了 生皮的口味如何 关键在于蘸水 一般的蘸水里面 都有小米辣 一点点的白醋 生抽 草果 胡椒等等 生皮在蘸水里一滚 肉质鲜嫩 带着草木灰的清香 那清雅鲜美 真是绝了 这个皮是很好吃的 然后你可以配上萝卜 然后蘸 有点辣 这个辣椒真的比较辣 嗯 超好吃 非常好吃 很新鲜 也有也有那个脆脆的那个感觉 好特别的菜 辣好辣辣辣的酱 好辣 我本来以为这边是偏清淡的 因为我喜欢酸辣口 所以我在这吃就很习惯 如果你吃一个很有重的味道的一个东西 你想要就重新喝一口这个 这水星洋花是很好吃的 而且这种水星洋花就是在大理这边 可以吃到 嗯 很清淡 这个东西就直接吃吗 对 这个地参 它是炸的 我要吃吃看那个地参 很好吃的 我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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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很好吃的 不吃 它很像饼干很像饼干 辣酥的脆的 嗯 很香的 很像小食品 而且它刚刚打出来 这不是 它其实跟水仙差不多 不是真的很好吃 No 你把眼睛闭着吃一口感受一下 不是 不是那个样子 不要 不要 No Amber在我眼里除了在舞台上是正常的 是吗 对 你像小时候给孩子吃那个药 然后把那个药给弄沫 然后给它吃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等一下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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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了 我也是第一次吃 我也怕这种东西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美术馆 但是你在这里吃这种就是煮东西的锅的话 会不会让这里会有味道 我事实上觉得不会有那么多人来这吃饭 我刚刚就在想这个二百人是 对 不可思议 我觉得是完全可思议的 因为在这里真的有很多这种环境的 然后很多旅游人或者是外地的 或者是文艺青年 他们喜欢有文化的感觉 好的剧是真的可以带来就是当地的旅游效应的 我们昨天我刚下飞机 然后我在车上跟师傅闲聊 师傅就说 这里自从那个有风的地方播出之后 来很多人 对 然后就在这附近所以是有可能 很多人他来这里也许是拍照打卡 就这个绝对是一个标准的展览馆 然后只不过就是这个餐厅的功能 到底有没有是一个问题 其实它这个地方最最重要的 也不是为了做美食 对 对吧 它是要带动它在这个地方的成本 感觉有点像一个 有点像一个形象店 所以它肯定是需要这个书选嘛 就是它想搞艺术 它也需要收入啊 但是它这家餐厅本身介绍就是叫 荒而不惊是吗 就荒荡哪 也是符合的 我觉得这家店很可疑 好 来了 我们的任务 接力版你画我猜 每组各选出一人猜题 其余五人接力作画完成给定题目 每人十秒作画时间 最后两组猜题人 猜中词条最多即可获胜 走 我猜吧 好 因为我画画超级烂 星姐 你先猜 可以啊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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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好 好 十秒钟 十秒 十 九 八 十秒有点太短了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十 九 八 时间到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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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呀 那这个取决于第一个人 跟中间的人没什么关系 他照着话不就行了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中间的人他可能会曲解意思 每个人解读不一样 时间到 请闪示四个字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忘了老公的画画 太阳 太阳 人 跟太阳没有关系 我们在哪一天播出 好 两组亮提板 中秋快乐 中秋佳节 嫦娥奔月 你对了 这是月亮 The moon 我要看一下小琪是怎么画的 你看看 我们俩有什么区别吗 重点是月亮为什么会变成太阳 这个字这个 我都画成太阳了 我差一点写后裔 我准备写后裔色日了 我差一点了 老公那个绝对是画的是蚂蚁好吗 对 老公你有嫌疑 对 对 对 老公真的很不会画画 他很恐怖 没有下一个 下一题 我猜 我猜一会儿 好 开始计时 好 时间到 师傅 Go 加油 好 时间到 好 我自己不会错了吧 再错我就去撞墙 不 不 公铃 太厉害了 公铃 公铃 我恨你 完了 支付在尖叫 我有不祥的预感 有不祥的预感 时间到 展示 空间 这什么意思啊 主持人 这什么意思啊 我最爱的预感 Arabry 很危险 很危险 你以为何 你以为何 來 亮題板 香檳 是酒杯 乾杯 在後面喝乾杯 我以為糖果都穿了 是宮林娜的問題 宮林娜出錯 從老公開始就奇怪了 好好的一個杯子 被你畫成串丸子 老公 我好愛你 你太有趣了 我是行為藝術 宮林娜 你這個行為 真的很臥底耶 公主如果照著畫 都能畫成這樣的話 那嫌疑就真的很大喔 好 目前場上兩組打平 我們最後一題決勝局 我來畫... 這個不能出錯 這個... 這很慎重 這個很難耶 怎麼了 我們怎麼辦 我好擔心喔 等一下 空老師 她不能畫這個 好 如果... 我給我生命 我畫得很漂亮的 哪裡很漂亮 我真的畫得很漂亮的 無心畫得很奇怪的 你給我... 現在你還說我的奇怪 好... 好... 好了... 八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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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八個字... 玩啥... 我不敢相信小齊生氣了 玩啥... 你畫得比我醜多了 我現在兩字都想不出來 我就想這個人 這什麼東西啊 八個字 小齊... 小齊有機會 八個字... 這雲上的婚禮啊 翻高和戴珍珠瓦環的少女 好 寫好了 好 展示答案 戴珍珠瓦環的少女 恭喜西斯君答對 對啦... 恭喜西斯君 Ella 無心 過得本輪勝利 我們可以選擇一位隊友 到我這裡查看你們本組的 臥底線索 我來了... 不行... 為什麼不行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嫌疑 因為我們三個人 其中之一是臥底的機率太高 對 不然呢 對 所以我們要猜拳公平 好 來 石頭剪刀布 你出了 好 石頭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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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贏了 太好了 流握底 有點嫌疑 有用信息嗎 你們在想著怎麼編一下 一個東西出來 有用信息嗎 有用 你先過來嗎 我先說 好 它是一種工具 它是一種工具 我們每一個人都接觸得到 麥克風 話筒 麥克風 話筒 齊自軍 主持人 齊自軍 主持人 怎麼新姐幹 怎麼新姐幾十年白告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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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我一個小小的晚輩 對不起 我說它是一種工具 但是誰剛剛第一個 給我講出麥克風的 我 我 對啊 你注意你的態度 後面兩分鐘 咱們還要一起玩遊戲的 你知道嗎 別擔心 我會陪你們玩到底 它這還挺小眾的 真的得搜 搜著來 但這一陣遊客是真的多 對 所以肯定還是會有很多人 來打卡 來拍照 然後順便喝東西吃吃飯 其實是有可能的 它一定是一個美術館 是這樣有一個前行提要 就是我三個月前 來鳳陽一路節目 我沒有來這個院子 我住在永恒小院 就這麼剛剛好 所以你三個月來 就先來採點你這個落地 也太認真了吧 所以三個月前 你沒來過這地兒 其實就在它隔壁 我沒有進他這裡面 他也都做過你們的節目 他都畫過 就他藝術家的身份 是對的 是真的 是的 但是他是不是餐廳老闆 請翻看我這節目 所以Alan你也很懷疑 我很懷疑 我覺得設計盃比真的多 因為如果要吃飯 我覺得就是比較像咖啡店的那種吃飯 不是那種剛剛我們吃的樣子 你看那個牆上的東西 如果他是一個還挺有名望的畫家 他那些東西都是他自己親手畫的 用來吃飯這很容易弄髒 這一點的話 就是對他那個畫的保護也不是很好 反正我從這個角度想 我覺得有點設計的感覺 沒關係 我們還有兩家呢 一家荒芜人煙的餐廳 稻田裡的 田野 中秋時節 金黃黃的稻谷要收成了 這裡是餐廳 好漂亮 好美 這裡好看 油畫 這裡還有一家鋼琴 好舒服 太舒服了 很美 這個地方好棒 這裡也太好看了 好棒啊這裡 你看這邊的咖啡 雲南是中國最重要的咖啡豆的種植產 很美 終於可以喝到咖啡了 我好想喝 我要來開始探店了 很漂亮 很漂亮 看這個 我喜歡 太美了 美炸了 在這裡還有演出 就像這樣 你 這可以演出啦 你看一看就抓手抓腳都會打 好 真的嗎 對 還可以上來 這邊不知道就是會比較涼快 這裡很涼快 對 但是其實 我覺得只要太陽不曬 就是很涼 這邊很涼快 這邊很涼快 這個要拍一下 要 這個山太美了 忍不住 想一直拍 什麼 這個桌子很大 好涼快要出來 這個就是田野裡 我們的田野 美麗的田野 我只是想問 如果這個設計 怎麼可以設計 很難 設計 可能 這位是老闆嗎 是的 你好 你再不來的話 這個店就歸我們了 老闆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老闆好 你好 我是田野的老闆 我姓葉 大家好 我是田野的老闆 葉宇坤 整個這個店採用的是一個 小吃集合的模式 開發的17款小吃 和4款蓋碗茶 各位時刻 你們覺得我的田野小吃店 是真的嗎 但是這個上面也太舒服了 那附近這些都是你設計的嗎 對 這些都是我們零食布的一些 因為打卡的人太多了 來的人太多了怎麼辦 這也沒地排隊 沒地啥的 他們有的時候就太累了 然後到下面休息一會兒 喝點開 吃點喝的 其實它是集中在相對的一個時間裡面 明白 你們先坐著 我給你們先來點冷脆怎麼樣 好 謝謝 你們也要來看 這裡有好多甜點 湯圓嗎 對 湯圓 這個冰湯圓我真是 已經在流口水了 還有辣椒 這個好神奇 很厲害 我試一試 我想要試一試 嗯 起零 安娜 好辣 不辣 辣 辣 辣的 老闆你是雲南人嗎 我不是雲南人 我是山西人 哦 山西跑到這兒 我都來了雲南快十年了 但是我在大里待了沒有那麼久 大里待了有快四年了吧 我用一年半多一些吧 走了三十一萬公里 已經把中國走完了 女徒步 女徒步走路啊 不是 自駕 自駕 嚇我一跳 一個人自駕 現在定在這兒了 目前是走完了 到了布林南累了 然後想找個地兒 我很好奇 就是因為這個餐廳就是非常難找到 那你先開這個店 怎麼去給大家說 這裡有一個地方可以吃東西喝東西 怎麼宣傳 其實這是您的感覺 因為大里就三條路 對 大里 就三條路 這條路的人流量和車流量是非常大的 每天 所以過來的時候 你們不覺得一來這兒以後 你的眼界就瞬間就空曠了 很綠很綠 對 我這兒有很突兀的有一間白房子 的確很突然 很明顯 很鮮艳 而且現在好多人都喜歡這種感覺 尤其是城市裡來旅遊的 是不是很多人在大里療傷啊 是不是 對 整個雲南有很多地方都屬於療傷之地 太多了 太多了 你在這兒有聊什麼嗎 我現在才 剛好 呈現的現在這個樣子就是被治癒過的 感覺到你整個人很平衡 我以前沒那麼多話 以前是個悶的 來 茶 這個不是茶 這個是冷脆咖啡 咖啡 有冰 那個冰是個獅子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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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站在門口的那種獅子對不對 石墩子 對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咖啡其實也是我們雲南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因為我們中國99%的咖啡都產自雲南 好爽 好香 而且你們喝的這一款就更不一樣 不僅來自雲南是來自大理的 當地地的 是中國最早的咖啡 什麼這個 真的 對 雲南的咖啡最早是由傳教士帶入的 利用雲南地區的高原陽光 以及非常豐富的微生物資源 將咖啡豆發酵烘焙 製作出了著名的 雲南小麗咖啡的本味 這個冷脆鈣碗 則是取了中國喝茶的一個茶具 用咖啡葉在模子裡面凍成小獅子 然後將萃取的咖啡葉倒在其中 這也是一種創新的喝法 這咖啡太舒服了 咱俩都喝完了 對太爽 能再給我來一杯咖啡嗎 我覺得好好喝 沒問題 沒問題 我還可以再一杯這個咖啡嗎 我還要喝一杯 對吧 你也愛喝吧 我本來就喜歡喝咖啡 所以你這裡主要是咖啡 然後配上小吃 小吃 我主要是小吃 來 今天我給大家準備了幾樣特色小吃 我現在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洗原子 洗原子 對 雖然它是我們看起來傳統的湯圓 但是這個我做了一些改良 我們用的湯底是普爾紅茶 普爾紅茶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去腥 所以你們吃的時候才會清爽 沒有那麼甜膩 洗原子的皮是糯米擀成的 而它的餡料是將核桃 陳皮 以及花生分別煮好後 磨成顆粒狀 加入白芝麻和豬油後 團成一團裹在糯米皮下 煮熟以後 將湯圓放入普爾茶湯中 再撒上桂花蜜 普爾茶的甘醇解除了湯圓的甜香 所構成的膩 這是一道非常有雲南特色的點心 好好吃 我只吃了兩個 我喜歡 麻煩幫我再單點一份喜原子 謝謝 這個很好吃 沒問題 然後這個就是涼香 米飯 米做的 是純米粉做的 所以入口計劃 而且加了玫瑰醬 這個是冷吃的良筋米線 普爾米花茶 我最愛爆米花 然後加糖水 還有這個叫米糕 它有點像吃豆腐的感覺 對 很像豆花 對的 然後這個叫混糖巴巴 雞棕豆粉 乳膳米酒小圓 一聽懂名字就很喜歡 最後這個呢 是酸辣涼拌食蔬 其中這個是樹皮樹 所以還真的是樹皮 不是樹皮 是長在樹皮上的一種菌類 菌類 這是一個菌類 它的營養價值 比木耳和銀耳還要高 那我得多試 因為這種東西 它只有在大理 這種環境特別好 空氣質量非常高 濕度非常好的地方 它才會有 真的要在這邊才吃得到 它才能長出來 對 挺好吃 這很有特色 很特別 只有在這裡 好酷 好酷 還有一種 好吃對不對 很Q 我覺得我要搬到大雷了 沒辦法 沒辦法 這些所有的菜都好吃 你們先吃先聊 謝謝 老闆你不會騙我吧 我要騙什麼 我覺得應該不會 老闆你絕對是老闆 這不可能假 不一定 真的嗎 不一定 真假的 這是雲南話劇院最資深的人 說不上來 而且我覺得老闆 他對自己所有的一切熟悉的狀態 他很自如 他不像剛剛第一家那個老闆 你們先吃我 好吧 咱們一會兒聊 我先安排廚師姐 還沒聊完 那你為什麼這麼想走 你好怪 他非常想離開 狂想走 但是節目組的套路就是這樣 就是越像真的 越不是真的 你怎麼開始學我了 什麼我怎麼開始學你 就我前幾期都這樣堅持 但是今天我決定改變 什麼我在開始學你 你自己去看前幾期 誰要學你 是你在學我吧 你 是因為今天是臥底嗎 所以才今天要改變一下 老公你這樣很難 讓我不懷疑你是 但是我有個問題想要問大家 我們不是有跟他講 聊到就是自我療癒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很想要知道大家 對於自我療傷這件事情 你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就這個很籠統就是受傷時 我一般先去醫院 你說的這個是心理上的吧 心理上的你也要找醫生 其實找心理諮詢師是一個非常 常見的 而且是一個很專業的途徑 他不一定是說你一定要出現一種 心理疾病 而是說你遇到很多問題 職場問題 家庭問題 人際交往問題 你都可以去找專業的心理諮詢師 去和他去溝通 這是比較科學的 但我覺得比較有效的就是哭 我有想到這個 因為有的事它沒那麼容易解決 當然 就是沒辦法 就是事兒 解決事兒是很難的一個事 對 解決不了 所以就只能先把情緒解決掉 是的 我其實那時候陳鋒3第三期的時候 我就是壓力大到 因為那時候我不是要準備兩首跳舞的歌 我有在化妝間看到你偷偷擦眼淚 對 我其實會自己哭 然後我真的就是坐在我家浴缸哭 我老公跟我小孩都看到 他們兩個就坐在身邊陪著我 可是我覺得很開心就是 我把他發洩出來 對 然後還過了以後 有愛的人陪著你 你就好像其實這件事情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只是在當下你那個壓力太大 不知道該怎麼面對而已 怎麼處理 可是讓他放下 然後你就會好了 來 接受任務吧 小琪好可愛 她會自然而然而接下這件事情 是的 身體敬意 來 任務卡 田野趕雞 遊戲規則 兩隊分組遊戲 每組派出一位隊員 用扇子將土雞擀進竹框內 先擀進的隊伍獲勝 獲勝隊伍即可派出一人 查看本組臥底線索 來吧 每組派出一個人 蜻蜓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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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這裡 有一個驚喜 驚喜 對 不 驚喜 是一個禮物 咱們兩個還在打鬥 你看這倆又開始玩了 OK 開始 我們再玩 開始 聽媽媽的話 給我 給我 好 好 快 快 你們倆中間派一個吧 來 小琪加油 來吧 阿姨 阿姨 3 2 1 GO 認準自己的那個 阿姨 輕輕刷 防守 防守 又打起來了 輕輕的 加油 可以 來了 可以平 對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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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往哪兒殺 什麼事 看得出來Amber非常想贏 接下來Amber算聰明了 好多 老演員 龍演員怎麼回事 裁判... 聰明... Amber 快 加油...小琪加油 你可以輕輕的... 別太亂 對 對...就是這種... 這種概念 對 劉奕雲 有玩沒玩 有玩沒玩 行...這麼玩是不是 你這麼跟我玩 劉奕雲 不能動框 不能動框 君子之爭好不好 要有運動家精神 來... 我可以 來了... 叫小琪 我們這把有了 這把有了... 有了... 有了 有了 接了 冷定 走 接了 接了 你了 接了 我們是全品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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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已經知道臥底是誰了 不是我 好 恭喜Ala 五星和齊斯君 一樣石頭剪刀布 這個時候拿出束縛魚肉了 你... 不相信你們兩個任何一個... 不相信彼此啊 你們兩個都有機會啊 我也覺得 好 來吧 石頭剪刀布 好 我們倆 石頭剪刀布 一切都值得 小琪 小琪 你一定要告訴我 剛才... 剛才... 你要告訴我啊 你... 其實具有什麼具料 要...要分享 小琪 歡迎你來到中國有滋味 為什麼我一來就要當臥底 就是... 這是一個很... 很...很難的事情 你們給的信息不要那麼直接 太直接了 你下次給身份證號好不好 你... 你給他們我的身份證號 說不定他們都猜不到我 我跟你講 給我玩小豬配棋 那我呢 我怎麼辦我 能分享嗎 是一種食物 大家都會吃 一種食物 大家都會吃 它可以成為食物 也可以成為寵物 也可以成為動物 那我知道 我知道了 那個搞怪 粉色的對不對 然後很常出現在餐桌 但是也不一定是粉色 它有的時候也會有其他顏色 我知道有時候是白的 也有黑白的那種 對不對 這樣吧 咱俩配合它 咱俩交換一輪信息 你們不一定... 你們倆怎麼就確定你們倆之間 沒有那個臥底呢 因為我知道我不是 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 對 所以我不是 是一種食物 大家都會吃的 然後它也是圖片對不對 然後它可以是粉色 也可以是別的顏色 小豬啊 小豬啊 你說的就是豬啊 豬怎麼會是粉紅色呢 豬怎麼不是粉色啊 有粉紅豬啊 你們有看過那個小豬配棋嗎 哥們在保你 到時候一件事一暴露 你被人聊暴了 一掃但是雞雞歪歪 騎士君 你以為哥們幹嘛呢 憑什麼憑活 來 你們那邊的哪個是屬豬的 19幾年的 94 95年 我也屬狗 我屬雞 那也不是誰屬豬啊 那這個人喜歡吃豬肉 睡覺打葫蘆 睡覺打葫蘆 豬豬翔 聰明勇敢有力氣 可妮你在幹嘛呢 老公你看 我做了一個攻略 而且今天拍了好多好看的照片 好漂亮 我這也拍了好多照片 我直接發給你啊 好好好 好 看到沒 哇 好藍的天啊 好漂亮的雲啊 對 太美了 是 我現在要正大光明做一件事情 你說而已啊 小琪我們來交換線索 我對這個好奇 雖然跟我們這組沒關係 但是我說我們來交換線索 我們要當著你們的面 然後私底下交換線索 不讓你們知道 所以你們兩個不打算跟我分享 是嗎 下一曲加油喔 欣姐 好 那我們兩個要交換嗎 你有想要交換嗎 我都OK 但是沒有 我要問你 你有沒有這個欲望想要這麼做 你會想要知道線索嗎 還好 好 那你也有可能是臥底 因為你不需要線索啊 我需要但是 但是我需要 聊一聊籌碼 我需要 籌碼是什麼 好 你說 你應該這樣 我要是溫底的話 從一開始我就暴露了 我覺得 齊自娟 會玩嗎你 你不要這種語氣 好嚇人喔 齊自娟 你會玩嗎你 好樣的啊 哪有你會玩啊 我的好弟弟啊 哪有你會玩 我的姐姐 哎呦 一共就兩條 你倆真的是 我們很有機會贏 你們組一共三個人兩條線索 在我們這組 我感覺我這一票很關鍵啊 現在 好啦 齊自娟 我只能說你很棒 辛苦了 謝謝你 我很好奇 你們三個怎麼互相爭 怎麼搞啊 怎麼搞啊 這是去哪裡啊 高爾福球場 換另外一個車 走了朋友們 OK Let's go Let's go OK 你怎麼瘋了你 天娜有一種 真的出來旅遊的感覺 酷 哇 那個也太可愛了 兒海 這邊真的能看到兒海 天娜捨不得離開 那要走了 轉身離開 那匹馬好漂亮 來馬來馬來了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了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到了啊 是這個餐廳 這是什麼啊 為甚麼他們設置這樣 對 為甚麼 是讓我們吃草嗎 這麼有機 這個太容易設計了 太扯了吧 我們今天是戶外野餐 這是現在新的蘑菇耶 野精 正好是這個季節的 馬來西亞 好漂亮啊 這都是真的 菜單還蠻不錯的 菜單還是很養 對 我會吃很多 這個不管真的假的 感覺好棒棒喔 不是感覺這裡沒什麼東西啊 這在大理很多人都喜歡在史外 但是我不知道這張 不是它這個 關鍵是這個地方它沒有設計成本 它就是把桌子抬到了這裡 是啊 但其實不是真的有人團建 他們會訂那個場地 就是在打完球之後 可能就幾千里就去吃 是有可能的 看我們的老闆娘來了 老闆 嗨 我是莎莎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店 哈囉 嗨 大家好我是莎莎 因為熱愛偶研究食物和背後的文化 目前呢是一名流動廚師 不定期會組織快閃的食物派對 然後每次菜單都會根據時令重新設計 也會與不同美麗的場地合作 是真正流動的盛宴 各位時客 你覺得我的莎莎廚房是真的嗎 莎莎你的這個餐廳 招牌是在哪兒 沒有招牌 沒有招牌 因為是一個流動的廚房 流動廚房 對 多流動 多流動 就是流動的範圍多大呢 就只要 就上到 荒山野嶺 說實話我覺得全世界都可以流動 所以你是到某一個地方 就當地的食材做了料理 對 每道菜都是我親自設計的 那今天你給我們準備了什麼菜呢 今天的話是大理的羽祭宴 就是野君子 那麼請問 比如說你今天研究出了這套野君菜 研究出一份菜單就一次使用 對 人家怎麼訂你的菜 這是通過口碑 口碑和人脈 對 然後也會一些跨散的活動 就我會提前發一些預告 有點像上次那個瑞陽單車的那個烤烤 對 然後也會組織有主題性的工作坊 比如說我去年郡子季 我有組織大家上山去拜訪也是 就並不是說以採栽為主 而是以那個研穴的形式 他們就像森山裡的精靈一樣 很微觀 如果我不帶我的客人去認識他們的話 他們是走過去 但是看不到的 因為那種菜盲盒 一樣的那種驚喜 會讓你特別興奮 就非常上頭 那大家先休息一下 我去準備晚餐了 那我們這個小野餐大家覺得 這種形式怎麼樣 這個 我認識好幾個都是做這個的 那就一個人 而且基本上都是女生 有啦 有這種職業 真的有 就很自由啊 所以女生好有好多想像力 就獨立廚師 來了 老闆來了 我可以幫你 來吧我來 我幫你 這個燙 這個燙 這是燙的 這個燙 燙的 這烤箱裡烤出來的 謝謝你 這個是那個牛肝菌 牛花粉乳餅密烤牛肝菌 乳餅又稱乳扇 是大理的一個特色 多用養奶酪製作而成 乳扇甜且有一些潤滑 非常容易入菜 將成熟的無花果和乳扇 共同放在牛肝菌上面烤製 所以生出其特有的甜鮮味 這是一道創新 且具有西餐風味的菜品 色香味俱全的 這上面的花瓣呢 是漢金蓮的紅葉子 漢金蓮也是 對 也是大理很常見的 一種野草 所以你都不用自己種 直接摘野的就來 對對對 就野外采集 我可以想像你今天早上就去採花 真的 我今天早上現採的 所有的食材被吃了 那我們就趕快來品嘗 謝謝 來 你用上勺 這個好好吃 而且有點甜味 好吃 謝謝 謝謝你 看我的大口 我的天 太好吃了 它不是一個單一的味道 它是多種味道 然後在你嘴裡面 分層次來攻擊你的味蕾 你很喜歡嗎 很喜歡 很好吃 很好吃 對 我沒有想到這種 牛肝菌還可以這樣烤 下次我也烤 真的超好吃 就是這個蘑菇的味道 完全出來了 但是我很喜歡它 無花果在嘴巴裡面的 很柔軟的口感 為什麼想到無花果可以烤 我想到這道菜像什麼了 酒鬼花生 但是牛肝菌真的會被你不負 你知道嗎 又來了 朋友們又來了 蔥綠椒白青頭菌 看 這是創意版的老奶洋芋 然後這個比較開胃 下面這個是可以吃的 對 這個要拌起來吃 這是茴香 這很精緻 我一定要試試看 一整口什麼都有 老奶洋芋也是大理菜裡面很重要的 這個茴香好香 它這個很神奇 我平時都不怎麼吃茴香的 然後這裡 這道菜的話 一定要裹滿底下這個醬汁 而且底下這個醬汁是沒有脂肪的 沒有脂肪 哇 你們覺不覺得這個有點像麻辣香鍋 沒有 哈哈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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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吃 吃肉 我們要等待 吃雞肉 吃了 吃雞湯 對 就這兩個有肉 今天是軍演 牛肋排 來了 朋友們 雞湯 對 這個土雞蘑菇湯 漂亮 因為這個湯 我幫你盛一點好嗎 我盛一點 它裡面有毛豆有蓮子 來 老公 我沒有雞肉 我 他想吃一些雞肉 他有吃肉 他剛剛一直在等著吃肉 你給我雞肉 你給我雞肉 我喜歡雞肉 我也喜歡雞肉 OK 你給我撒嬌 你們來 謝謝老公 他這是燉了好久 怎麼樣 很棒 你們發現沒有 我們在室外 然後太陽下山以後 然後我們在這樣很舒服的大自然裡 吃這種取自於自然的菜 這種人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 太爽了 超好喝 謝謝 見守青牛類排 好 好 硬菜 硬菜 哇 這個是大米 西紅柿和辣椒發酵 然後我還加了五花果醬進去 所以它會有果香 這道菜的關鍵是紅酸湯 一般都會用山番茄 木薑籽 以及大米發酵的黑蒜來熬製 加入牛類排 見守青長期滷製 把牛類排的厚十多汁 與見守青的鮮美 充分地結合在一起 使其綻放出奇妙的味道 是一道地道的雲南美味佳肴 哇 我喜歡這個 可以講好吃 這是我最喜歡的風味 十分 定級 健守青在雲南很普遍的 我們從菜市場買來以後 也就是多炒一下 對 就是一定要炒多時間 對 這裡面有木薑籽 然後西紅柿醬 都是有發酵的 就是貴州有這個紅酸湯 就是酸湯魚 所以你喜歡 你不是很喜歡這酸湯魚嗎 我非常喜歡吃東西 對 然後酸湯魚的這種酸湯 也是從苗族人的習慣來的 是的 好吃 真的超級好吃 這吃的真的就是創意了 謝謝 這個很值得 我覺得 因為它真的是別的地方吃不到 它是不是要收穫你們這批粉絲 可以 是不是 可以 我要是來大理的話 我願意找他 好吃 他要是沒有在做這件事情 我想跟他成為合夥人 你這樣把他挖走 對 他如果沒有真實的在做 我想跟他聊一聊 我要跟他成為好朋友 所以到這裡 大家還是覺得這個很真實 這沒有什麼可懷疑的 是吧 但萬一他只是業餘愛好 喜歡 他就算是業餘愛好 我也無腦支持他 是 我覺得他值得我們支持 我也支持他 支持 無腦挺他 我覺得他對於解釋食材 還有料理的過程 他非常的細緻 他知道要怎麼處理 就是 這是美食家一定都能做到的 那種 對啊 美食家也能做到 你可以找這種細緻的喜歡的 他未必是做廚師的 我們現在唯一覺得 有一點問號的就是 他可能是業餘愛好 但是他很有可能 這就是他的業餘愛好 然後他就業餘愛好 賺點這種方式的小菱花錢也可以 對啊 他們又沒有說餐飲必須得是 對 就是主要工作 對啊 他也可以 就是他是不是老闆 他是不是定這件事 這個才是定 這個是不是節目組設計的 還是他真正的是一個流動的廚房 我覺得這點 來吧 任務卡來了朋友們 草地一條龍 食客團分組對戰 成員們依次接力將代表本隊顏色的蘑菇 放入竹籃中 接力返回 需機掌再出發 每組只能擺放和調換本隊蘑菇位置 最先將四個蘑菇連成直線的隊伍獲勝 三局兩勝至獲勝隊伍獲得本隊握底線索 這條從牆角對不對 好 好 先一個到兩個 好 好 那我第一個我們怎麼弄呢 就放在這裡就好了 這太難了 我腦子都放過來了 第一局 來 開始 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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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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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 后面 后面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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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北京了 我要走了 你不是说卧底吗 欺负 欺负 我没看到 第二局 三 二 一 开始 你跑那么远 快 往前 往前 什么阴法 你跑那么远 往前 再这条线 可以 这条线 再往前 好 这什么阴法 你不要拿 干嘛 又来一遍 不要 等他们 第二排 第二排 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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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不要 鞋 鞋 不要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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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好 不要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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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排 第二排 快點… 不要猶豫了 等一下… 過來… 雞尾鋒 1比1 给他们点空间 赛点 好 3 2 1 开始 你加油 帮我帮你一排 帮你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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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右边最远的 好 好 不 不 不要 不要 你赢了 我们赢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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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在看自己的棋盘 因为横在那两个 四人组来拿你们组的卧底线索 好 你去 好开心 这是什么意思 上面写的是 是公灵纳 是 算 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六吗 这样的 一个动作 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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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你 可你也是六月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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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可是卸手不会那么明显 明显 这个手势 以我的了解 最近的风大驱使 它就是六六六的意思 那就是 我们四个人跟这个手势 关联最大的是 七铺 七铺在迷迭香的拉票 我记得好清楚 他一直在那摔摔摔摔摔摔 六六六六 六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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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你也是迷迭香的 零六 怪不得他刚刚一直六六六 六六 原来是这个地方 他也是迷 但是我今天觉得他不对 对啊 好 各位时刻 进入我们的最终推理环节 我从第二轮就在怀疑支付 我不是卧底 你是卧底 老公 老公 我真的想申请个人站 压力好大 今天的卧底是 中国华来市 中国有滋味 下节更精彩 中国华来市 中国有滋味 现在继续 这里是中国华来市冠名播出的 中国有滋味 全鸡配汉堡 华来市吃好 中国有滋味合作伙伴 手农食品集团 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盲盒月月开好礼 带你现场看综艺 动感地带芒果卡 邀您观看中国有滋味 各位时刻 大理的三间店铺 这次已经全部探索完毕 现在你们需要 从三家店铺中 找出唯一一家 节目组设计的餐厅 因为这期我们是分组讨论 所以你们要每一个组 给到我一个答案 告诉我你们选择的店铺 以及你们这个组的末底 是谁 行 那跟一个邮寄给我们 我们先回酒店讨论一下 回来告诉你 你们那边觉得哪个是设计的 有时候也可以稍微混合一点讨论 信息共享 真的 他以前状态就这个样子吗 对 他乱搞 我的状态特别好 齐思俊 状态饱满 他一直这样 老公的扇子一扇 出个量就出扇 一到这个环节一定要有个扇子 因为他过一会就会 就这样 那所以我们这呢 你先说 我觉得不是一就是二 三我是 我也是无脑支持 对 无脑 三说实在那个吃到后面吧 就没什么的怀疑 对 因为他真的 他太真实了 对 那所以我们卧底的事情 我心里有底了 今天我们拿到了两个线索 现在交换一下 第一个 对 我真的发誓 摸得良心说 我绝对不会说谎 我看到的是一个麦克风的形状 那麦克风 我刚刚有说了 这是一个工具 然后呢 我们在场每个人都用得到 因为我们 你主持人 主持人 然后歌手 但是呢 麦克风也叫做Mic MC 就是对于主持人来说 他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就马上锁定你们两个 因为我知道 现在不表示 我不是 我知道我不是 其实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不 我不是 我在春花连三的时候可照顾我的 今天帮我Q一下流程 那他在这里也是 对啊 就是他 但是我是歌手出身 歌手也要拿麦唱 对 但是我也要带头麦 我不一定要拿麦唱 我们现在也投麦 对 我们现在都真秀麦 我们现在都投麦 我投都没麦 真秀麦 该不会是这次有两个 看你搭球 在同一只 独风的这个 看到没 直达了 好 该你了 我就是粉色的一首 叫做可爱的小猪 那我能想到的就是 George 对 小猪佩奇 有人说过你像小猪佩奇吗 我哪里像小猪佩奇 像小猪佩奇 像小猪佩奇 我哪里 真假的 蛮像的蛮可爱的 但是因为你上次给我讲的 那个老演员那个东西 就是你要发散的 就是类似这种 就是那种玩儿学生的那种手字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们两个 因为PIG三个字母 它就代表这个人是三个字 跟我没有关系 好 好 那我是A啦 你是奇思君 PIG和我的奇思君的 现在开始这么玩是不是 硬Q就是硬干棒 你们觉得是哪一个 我觉得算是真的 我觉得1在3是真实的 我怀疑第二加 我跟他一加 白译是第二 对 我觉得2就是 说实话在我的感觉 两个都是差不多一样 只是我觉得1我比较快一点去 去做一个假设的故事 给感觉吧 可是不是一定说是第一 是设计的 不 我觉得第二有几个点 大理是一个风很大的地方 它挂的那些东西都是一根线 风一吹 那些东西都会掉 我了解这个地方 就是如果 把这些东西放在那里不稳定 就是很危险 这是我看到的一些细节来分析 我觉得是1 我觉得是1 1 因为我从第二轮 在车上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我就在怀疑支付 在刚刚的游戏环节 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然后支付从今天一开始 他就一直在主导地 在说很多的信息 可是刚刚老公 很积极地一直在问 你们觉得是谁的时候 支付说我觉得2 那你说他今天一直一直都在 很主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为什么说了2之后 他没有接着把剩下的事情说下去 所以他坚定了选择2 那我觉得2跟1 如果我选不出来 我就肯定跟他选不一样的 我不是我的 你呢 你呢 原来是怀疑老公 可是 你做的错误更大 我认为是你 你比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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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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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两次 她是我的 大家都是我的 不要 不要 我知道 你是我的 你比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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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明显的 我觉得真的是支付 我觉得不是支付 如果我投错了 我就给支付转666 好 一起去投票吧 投票了 我先去 居然没有人怀疑3 要是原来全部人都不选3 我一定选3 老公 你应该选3 好 我跟你 我这次再想你一次 我只不相信你 但是今天 但是今天 我对二的怀疑还是很大 好 我去二 你选二 我选二吧 他选二 我去二 我去二 好 一二三 老公 老公 不知道我们都选错了吗 不知道我们都选错了吗 是老公 那么坚定的要选二 是老公 一到这个环节一定要有个扇子 因为她过一会儿就会 哈哈哈哈 不不 她就这样 不是她 我数五次三二一 你们只向你们认为的卧底 五 四 三 二 一 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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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还是相信肯妮 你说你不是 你怎么又换了 我换Amber 你是坚定的吗 她笑的样子 不知道 因为她们两个都做错了 给你 现在我觉得是老公 我就坚定 我最初的想法 我还是选制服 就这样 我的票给制服 那所以还是Amber两票 那就是Amber是我底 OK 这样可以吧 好 好 OK 我们就这样 就这样 走 我真的是要申请个人站 这压力好大 这样我们最后一点点冷静的时间 比出我们心目中的选择 设计店 对吧 设计店 好 三 二 一 OK 那投第二个 好 好 好 我们这一队的选择是 第二家店铺 OK 那接下来 波底 好 我只能说这个孩子很棒 很敬严 我不知道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善良 然后 开始用这种话术 做事情坚持到底 开始用这种话术诱拐 很棒 他真的很棒 好 我爱他是有理由的 叫 叫 那就三二一 你觉得是谁就指谁吧 好 好 三二一 一 在我们这组 我感觉我这一票很关键 现在 你小子跟票 我觉得是你 我觉得是你 相信我 五星你要相信我 我们不要发生上一次的事情 没有了 已经结束了 投票已经结束了 好 你不会骗我 我不会 五星你真的太可惜了 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 我觉得是你和知福 我们今天本来有机会的 好 来 拳击配汉堡 华莱士吃好 由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的 中国有自卫大理战 最终哪家店铺是前部组设计呢 好 怎样 怎样 我们都选的是一样 如果不是就全输 第二家了 第二家了 拜托要赢吧 你看那天 像不像一只粉色的小猪 小猪配齐 小猪配齐 你是小猪配齐 我怎么就小猪配齐了 完了 这绝对了 而且以前录节目 有出现过这个事 你跟我配了 多可爱爱 没有小猪配齐配我 对不起玩了 给大家讲讲我 小猪配齐 我怎么忘了这件事情 我都想到小猪配齐 我都没有想到你是小猪配齐 而且说她是小猪配齐的节目 还是我主持的 我脑子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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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小猪配齐 明学的时候 你是小猪配齐 不是 不是你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小猪配齐走开 不会的 小猪配齐 心姐 好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那个改造过程 改造过程 来 改造过程 一个空的 啥也没有 哇 那改的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各位时刻 我的田野小吃店 是导演组设计的餐厅 你猜对了吗 猜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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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得好 真的很棒 我的本名叫叶鹏 虽然田野是导演组设计的 但是田野里的所有的美食 是真的本地特色的小吃 而且你们今天喝到的咖啡 也是地地道道的云南的本土咖啡 很好喝 这些都是真的 我们果然猜对了 要小心你们俩 太厉害了 厉害啥 我现在已经困惑了 我都 不会 好 我们的三人组颠簿猜对了 那卧底有没有猜对呢 没有 我数到三人一之后 卧底向前一步走 三 二 一 我现在真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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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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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来一个滑场 I've always trust your feeling 哈哈 我们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 那我 卧底 刘亦云你 你是那儿啊 你是 I was actually trying to win 那就是支付 好 四人组你们刚才选的卧底是Amber对不对 对 我数到三二一之后 你们组的卧底就走出来 好 三 二 一 中国华来是 中国有滋味 夏节更精彩 中国华来是 中国有滋味 现在继续 三 二 一 呀 哈哈 哈哈 这个不厉害 真的 但是你演得很好 哇 Amber 哈哈哈 Amber 呀 好难啊 她们不懂 她们亲自一次不会听我 I always blame you you know 好 恭喜四人组猜中了设计的店铺和卧底时刻 师傅 龚琳娜曾可妮可以获得两枚勋章 三人组猜中了设计的店铺 Ella 吴欣 可以获得一枚勋章 来来来 领勋章了 我又有勋章 好 我又多了两枚太高兴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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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厉害 也很厉害姐姐们 没关系 我们 辛苦了 这个辛苦了 辛苦了 最后一轮我不该让你赢 我知道 你们两个今天有配合对不对 有 有 哈喽我的朋友 欢迎你 哪有 所有有智慧 让我们去把姐姐们弄混乱 香槟 是酒杯 干杯 你在干什么 我以为糖葫芦串呢 老公你有嫌疑 对 老公不是不在书 好 可以 可以 来了 对 稳定 进来 进来 恭喜获得本组的卧底线索 它是一种工具 麦双双 话筒 是一种食物 大家都会吃 这小鸡就是非常危险 可是如果小鸡可以 保护好 那我们是扮演吧 那我们是扮演吧 这样的 一个动作 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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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贝尔已经表现得非常棒 然后她最后也保下了我 让我能够存活到最后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 金普我不要跟她一个团了 她太可怕 我不要跟她一起 不 到卧底真的好 你知道你在讲 她在讲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有多吓人 我 你厉害 那个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是召召 就是召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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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 然后也是 但是跟支夫 因为支夫也老实 对 支夫我印象好深 支夫有的时候被看到我 我小猪佩琪 朋友们 我拿到的线索是 小猪佩琪 你给我点太直接了 太直开了 真的是老天爷在帮他 我都没有想 小猪佩琪是奇思君 没有 我知道你给弟弟 留点游戏空间 我懂 不要在这里讽刺我 好的 到此我们中国有自为 大理美食之旅 就画上了句号 苍山下尔海畔 大理是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 于一身的城市 吸引着中外旅游者 不远万里 纷至他来 大理中国有自为 打卡成功 我们下一座美食城市 昏明再见 早点时刻团 靠近见下美食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这里是中国华莱士冠名播出的 中国有滋味 全鸡配汉堡 华莱士吃好 中国华莱士 中国有滋味 下节更精彩 中国华莱士 中国有滋味 现在继续 杨迪 来 杨迪 杨迪 杨迪本人 迪哥 我要一个这个 我要买这个 谢谢杨迪 再拿一个咖啡豆 我少不了脸了 现在 你尝尝 很好 这个是我生命最终 可能最好喝的汤子 这就是孔雀业 你吃虫子了 卧底 卧底 在我们所有的里面 只有你们两个人 真的没有担任过卧底 我说不是我就不是我 他求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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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百 他想泼我脏水 那是他是卧底吧 他是不是在迷惑我 他现在这一出什么意思 今天的卧底是 不要疯了 你快点说 I don't care 你们想 今天你太二了 好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中国新闻网 国际在线 北青网 红网 凤凰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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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